生活中有太多的琐碎繁杂 我们在夜深人静 寻一处净土 静静聆听 细细品味 FM1047 平心夜读 眼周电视台新闻主播孔建平 为您清新呈现 大学说 诗云 因之未丧失 可配上帝 一间于阴 俊命不义 道得众 则得国 失众 则失国 意思是说 诗经里说 阴代尚未丧失民心的时候 还能够与上天的旨意相符合 享有统治 应当以阴商的新王为见解 认识到守住天命 永保国家并非容易 这些说的是 统治者能在道德上起示范作用 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 也就会享受国家 否则就会失去民众的拥护 也就会失去国家 为政者 个人的道德修养 及其人正方针 如果能真正的得以实施开来 则其产生的正面效果 往往是非常巨大的 这在中国古代的人质社会里 尤其明显 金世宗湾延庸是金朝第四代皇帝 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 他在位期间 对南宋采取南北讲和的和平外交路线 对内则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整顿励志 解放奴隶 发展生产 使金朝的经济和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 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 金世宗即位不久 就采取了解放奴隶发展生产的措施 辽代崇尚佛教 寺院的领护称二税护 金朝初起 二税护大多沦为寺院的奴隶 在大定二年 金世宗下令赦免全国的二税护 使他们获得解放 成为国家的编户平民 对于当初随欺丹搞叛乱的人 包括奴隶在内 只要是主动归顺朝廷的一概赦免 同时又多次下令 放归宫廷奴隶和内外官员家庭所属的私弊 使大批奴隶获得了平民身份 解放了生产力 为了发展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金世宗对豪强贵族兼并土地 采取了限制和抑制的政策 前居中原的女神贵族 利用他们的特权 无限制的兼并土地 使普通汉族农民无田可耕 有的权贵之家 每人平均占地达三十项之多 针对这种局面 金世宗果断下令 权豪之家 最多只准保留实情私人土地 多余的接收归国有 或租给无地的农民耕种 或直接分给农民 有召集流民副业 由政府拨给土地 对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 实行赠旧免税的政策 并多次治理黄河 在全国各地兴建水利工程 这些措施的推行 使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 迅速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金世宗施行德政的宗旨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使社会得到安定 在安定中求得稳步发展 他主张对老百姓要宽慈 要爱民 他曾公开对大臣们说 朕常常担心因众联 使百姓们困苦不堪 又说 县令之职 最为亲民 应选贤才认知 有一次 尚书省以奏宗室 蜿蜒阿可为次使 世宗认为 阿可年轻 不适宜任次使之职 西平尚书省官员说 一郡之首 关系到千里百姓的修气 如果郡首任非其才 这一郡的百姓怎么办呢 金朝初起 皇帝的护卫亲军 年龄大了后都改任地方黎民官 世宗对此提出意义 说 护卫都是五人 有的连字都不会写 怎能治民呢 天下以黎民百姓为赤子 不能亲自过问美家的事 只能依靠各级官员 明知官员不称职 而强受职 老百姓将会说证什么呢 命令护卫皆改任他职 大学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大学 而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 相传为曾子所作 与论语 孟子 中庸 并称为四书 大学中提出 做人要心思端正 要有自强不息的人生观 强调了学习者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 还强调了对社会的关心和参与精神 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与促进社会发展 都具有积极意义 大学主张积极入世 关心人民疾苦 努力改善民生 维护社会安定和统一 对社会的繁荣稳定 发挥了重要作用 欢迎继续收听 大学解读 金世宗功行节俭 很大程度上也是从爱民的角度出发 他曾说过 朕如果详识饮食丰盛 每天载五十只羊也能办得到 但一想到浪费的都是百姓的血汗 就于心不忍了 原非李氏死了 世宗到兴德宫举行葬礼 他见街市场十分冷落 就对随行的大臣们说 不应该因原非之丧 而影响了百姓的生计 让他们照常营业 还有一次 世宗因氏驾兴兴德宫 朝官们请他走前门 世宗怕出行的队伍返了市民的生意 改从别的路走过去 大定二年四月 为了改变海陵王时期 皇宫中奢民的风气 世宗下照 捡御膳及宫中食物之伴 大定六年 禁止宫中陈设图金装饰 并禁止宫人服饰用金线 宫中小规模的兴修 从宫人的费用中支撥 从不搞大规模的图木工程 大定九年 尚书省就岳王隋王两皇子王府 要建宫室 并使用民夫的事情上奏 世宗当即批评说 朕宫中竹树枯死 想令人再知新竹 害怕动用了别人 两王府各有辽属仆人 为什么还要一时百姓呢 就驳回了奏书 大定十三年 太子詹氏刘仲海 请求增加东宫的侍从人员和陈设 世宗不允许说 东宫所属人员有统一规定 陈设也已具备 为什么还要增加呢 太子生于富贵 容易养成奢侈的习惯 应引导他节俭 金世宗在饮食服用方面 确实很注意节俭 据金世记载 他做了皇帝后 是在皇太子的生日 元宵节 中秋节饮酒 平日从来不饮酒 每餐只有四五样菜 仅够食用 没有浪费 有一次 世宗正在用膳 正巧公主来了 竟没有多余的饭菜给他吃 世宗平日穿的衣服 总是洗了又穿 穿了又洗 什么时候穿破了 才换新的 有一次 他在广人殿 同猪皇子一起吃饭 闲谈之中 教导他们 饮食服用之物 要节省 不要铺张浪费 并撩起龙袍说 这件衣服 正已穿了三年了 还完好无损 你们看看 有的官员认为他身为天子 失穿用度太简朴 世宗却说 天子也是人 浪费有什么好处 天子能自行节约 也不是什么坏事 由于金世宗始终把 德政作为设计的根基看待 身体力行 使得经朝出现了一段繁荣局面 这也是他自己 在历史上 也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世宗统治的年代里 社会安定 生产发展 经济和文化 空前繁荣 金世宗的德行和人证 在当时社会经济衰退 和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 不但是国事为之一任 而且赢得了广大百姓的民心 不但本朝史观称赞 而且连后代及一帮一族 朱熙也敬仰有加 可见 德行人证不仅是一种 人为的统治需要 同时也是符合社会秩序的 内在规律的 大学在这里强调的 是为政者的个人修养问题 他将为政者的道德 及其人道政治 与政局的稳定和国家的强盛 紧密联系在一起 说明了德与人 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其实 无论是治国还是做人做事 高尚的道德品质 和非凡的人格魅力 都会形成一种像磁场那样的 向心力 提升自己的人气 周围的人在不自觉中 都会把你当成精神领袖 和衡量是非价值的标准 大学不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的大学 而是一篇论述儒家 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 相传为曾子所作 与论语 孟子 中庸 并称为四书 大学中提出 做人要心思端正 要有自强不息的人生观 强调了学习者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 还强调了对社会的关心和参与精神 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与促进社会发展 都具有积极意义 大学主张积极入室 关心人民疾苦 努力改善民生 维护社会安定和统一 对社会的繁荣稳定 发挥了重要作用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大学解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